有關查理定律哪些錯誤 我們將每個選項來做檢視 首先幫大家複習一下這一題會用到的概念 什麼叫做體積膨脹率 所謂膨脹率它的定義就是 膨脹的體積出上原來體積的一個比值 所以V2-V1就是體積變化量 就是膨脹的部分出上原來體積V1 由於VT正比 這是查理定律的概念 最右邊這個小T則是攝氏 由於這是絕對溫度 兩個相減273會互相減掉 所以在分子的部分 你是用凱斯溫標 或是用攝氏溫標都可以 第二個體積溢出率 那這個題目就是用在當一個容器有個孔洞 那可能因為溫度的關係讓體積膨脹 有些氣體分子會跑掉 這叫溢出率 所以它的計算方式就是溢出的分子數量 出上原來的分子總數 那它的公式跟上面只差一個部分 就是分母是V2 所以一樣是用查理定律 那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比值關係 接下來我們來看底下幾個選項 首先A詢問到 適用於定壓定量氣體 那查理定律它就是在定量定壓的氣體的條件 那體積跟絕對溫度呈正比關係 所以看起來A選項正確 再看B 定壓定量氣體它的體積與溫度呈反比 那體積應該跟絕對溫度呈正比而不是反比 所以看起來B選項是錯的 好 接下來C注意都是跟它的體積溫度的一個膨脹的概念 好 所以再複習一下 定量氣體在定壓條件 溫度由T1升到T2的時候 那體積膨脹率的定義呢 就是它的體積變化出上原來的體積 這是體積膨脹率的定義計算 再來體積溢出率它定義的計算方式 那分母不一樣它是V2 好 所以後面就是跟它溫度的對應 接下來我們看到C 定壓定量氣體 溫度每上升1度C 體積增加0度C 時後體積的273分之1 那依據查理定律 那它VT就是一個位置溫度的體積 那等於是0度C溫度的體積 那後面是1加273分之T 這個小T是指摄氏溫標 所以把它帶進去之後 就會知道C選項是正確的 就是把這1度C帶進去 0度C帶進去 它就差一個1.273分之1 所以C沒有問題 再看豬 定壓定量氣體 溫度由27上升到28度C時 體積增加27度C 體積的1.273分之1 那27到28度的時候呢 它體積應該是增加27度C 時候體積的分母呢 是273加27 這就是它的一個克式溫標 那它的溫度變化在分子 所以這樣就是應該是300分之1 所以看起來 豬選項也是不對的 再看1 定壓定量氣體 溫度由27上升到28度C時後 體積溢出率為300分之1 那溢出率呢 那分母就是應該是後來的溫度 所以28加273 分子的部分是溫度變化值 所以應該是301分之1不是300 所以看起來1選項也是錯的 101分之1 就是這樣 生意貼一子 2 2 2